在居水馬龍的新馬路旁邊 有一條相對顯得冷清的龍松正街 昔日曾經在澳門的主幹道 當年的熱鬧繁華 可以避兼今天的新馬路 龍松正街開闢於1848年 所以換作龍松 與江頂劇院旁邊的聖奧斯定堂 又密切關聯 16世紀末 來澳傳教的西班牙奧斯定會修士 在當時仍被稱作磨盆山的江頂處 興建會院及小堂 有說法認為 教堂初建時 因為資金不足 而以蒲葵葉作頂 也有說法認為 是因為後來教堂被炮火摧毀 信眾臨時踏行 並用蒲葵葉覆蓋 以遮風雨 兩種說法須有出入 但也表明 教堂曾有一段時間以蒲葵葉作頂 每當蒲葵葉因風雨而飄搖 從山下遠觀 就好像見到龍蘇飄飄 而得名龍松 又因為當時華人未識天主聖母 只知道是洋人祭拜神靈之地 所以就稱為龍松廟 八年後 在廟下開闢的街道 也順理成章稱作龍松街 後來有文人覺得 松可以解作不可靠 不堅穩 就取有高大危言之意的 同音字作稱 成為我們認識的龍松街 龍松街開闢的時候 南環一帶還未填海 陸地只是到 大概今天永光廣場的地方 另一則就是迂迴曲折 斷斷續續的小路 龍松街成為聯通華人及 蒲人聚居區域的重要通道 這一點從蒲文街名就可以看到 而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 當時葡萄牙人多數聚居在南環 龍松街和庫嶺街道 而他們逢星期日早上都會經龍松街 到主教祖堂去參加黎薩 由於人流暢旺 很多店舖都會在這裡開業 也有不少印度商人在這裡開設店舖 而他們主要售賣金銀首飾 絲綢布匹和工藝品等等 都吸引了很多人 尤其是參加黎薩的人 也會來到這裡逛街買東西 所以當時的龍松街是相當熱鬧 二十世紀初 聯通內港及外港的新馬路啟用 貫穿澳門東西的優越地理環境 迅速取代龍松街 加上南華一帶經田海後 陸地面積增多 令龍松街內的人流及商鋪 逐漸流失至其他寬敞而行的道路 龍松街是商業上的地位 自此走下坡 儘管繁華退去 龍松街內仍有很多歷史為主 好戲長傳的舊司法警察局大樓 至今威嚴肅目不減 老家族房屋仍在向圖人展示 往式街道的面貌 傳統食品百年後飄向依舊 老士多亦數十年如一日地招呼過老街坊 隨著城市發展 街內還多出為數不少的啡館茶座 紳士與舊物相互影照 歷史與發展並存交織 令今日的龍松街散發著一種具歷史 和文藝氣息的休閒書式 和斜路下的圈鬧繁華形成鮮明對比 成為許多文青及旅客 暫離城市繁囂的心靈港灣 暫離城市繁囂的心靈港灣 中文藝氣息